今天的第一座豪宅有一个外文名字 它不是中文也不是英语 叫做Bella Italia 是美丽的意大利是意大利语 所以这也相当于告诉大家 这个豪宅其实是新西兰比较少见的意大利风格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 新西兰的欧洲风格的豪宅 其实大部分都是以英伦风为主的 那意大利风格的建筑呢 一般会运用大量的拱门 将柱子和拱门墙面和室外有机的结合起来 室内外是有很多优美的拱形和弯曲的结构 和笔直的线条相结合之后 再加上运用透视法 将建筑啊雕塑啊绘画融为一体 使整个建筑具有强烈的透视感和雕塑感 创造出一种优美但是不古板 明朗和谐的新的室内风格 那今天这一个建造于2008年的 意大利新式风格豪宅就完美的体现了 刚才我们说的美一点 那另外啊毕竟这个豪宅是位于新西兰嘛 所以呢其实也融入了一点新西兰的元素 你能不能从这张图中看出来 新西兰的元素是什么呢 我们先卖个关子 说不定看完细节的介绍就能够看出来了 这一座豪宅啊坐落在近亿英亩的土地上 被高大的门廊和树木环绕 确保了极高的隐私性和安全性 那先进的传感器和摄像头呢也进一步增加了安全性 让大家可以住在这个私密的天堂里面尽情放松 那Bella Italia这座豪宅呢是采用了全混泥土的结构 包括了内墙在内都采用了坚固耐用的混泥土建造 而这种建造方式呢确保了房屋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在未来几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屹立不倒 所以呢虽然它的设计灵感是源自于意大利的贵族宫殿啊 但是它的建造水平远远已经超过了它所致敬的那些 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意大利豪宅 当然也超过了绝大部分的新西兰房子 那其实呢房主也特别指出啊 这一处的房产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 主要是由于人们的误解 那一些人呢可能会将它和新西兰那种漏水屋联系在一起 但实际上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再来看一下豪宅的布局 那这里的布局呢就像以前欧洲大家族一样分层次 是以主要的家庭区域为中心 这个区域啊宽敞大气 既能够轻松容纳大型聚会 又适合举办私密的小型晚宴 从这里延伸出去 房子呢还包括两个独立的自住室套房 最大的套房呢是位于上层的两卧室公寓 那第二个套房呢则是巧妙地建在地下室的 纽约风格一卧室公寓 这一种设计呢是为老年人或者是孩子 提供了一个独立但是又相连的生活空间 而且啊每个房间都考虑到了空间感和舒适度 宽敞的起居室和高的天花板 增加了房间的通风和采光 说起意大利人啊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 美食 红酒和生活 这座豪宅的设计当然也不会忽视这几方面啊 厨房的装备呢有顶级的厨具和设施 比如说这个双重不锈钢烤箱 嵌入式的冰箱和定制的橱柜 显示出一个精致的家庭烹饪氛围 餐饮区也是非常的精美啊 有一个大型的餐桌和精致的吊灯 营造出一个奢华的用餐氛围 当然也有欧洲人少不了的酒窖 那住宅外部有一个恒温的水池 适合全年使用 周围是配有精心修剪过的花园 小径还有草坪 那此外还有一个SPA水疗区 在宽敞的宴会厅中可以举办一个盛大的晚宴 而外部的花园和庭院呢 则是举行长时间的这种非常放松的午餐 这里也有私人影院哦 配备了顶级的音响系统 还有舒适的座椅 是欣赏电影和举办私人观影派对的理想场所 另外啊Bella Italia这个豪宅的每一个细节 都彰显着一种欧洲低调典雅的风格 室内布置了非常多精选的定制家具和艺术品 这些作品呢 既有现代风格的精致雕塑 也有传统的油画 体现出房主独特的审美情绪和收藏品味 在开头的时候啊 我们说到了这个Bella Italia 融合了意大利的古典优雅 和新西兰的现代舒适 那大家有发现新西兰的元素吗 没错啊 就是大量的木质设计 包括了地面 屋顶 窗台 会台等等 给意大利风加入了一点新西兰的新鲜元素 另外啊大家要注意的是 它的位置虽然不是最佳的 但是不要忽视它旁边正在建造的高速公路 这也将进一步改善周边的交通状况 缩短到陶朗加市中心和北部奥克兰方向的距离 而且呢这条高速公路实际上也不就是在豪宅的旁边 也不会产生噪音污染 反而呢是在建好之后 这里又会进一步的升值 所以呢无论您是在找一个家庭的居所 度假的别墅还是一套极具潜力的投资机会 这个Bella Italia都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最后 我们在建好